数千年来 道门无数先贤大能力 没有完成的心愿 今日 便将在我手中实现 这估计是西陵长教熊出墨一生最得意的时刻 先杀许氏再灭书院 后破长安 大唐将再也不复存在 而他呢 也将成为西陵历史上最伟大的长教 毫无疑问 这是他人生的最巅峰 就在熊出墨准备享受胜利的果实时 山摇云雾里 行来一人 那是书院三师姐于莲 于莲很娇小 气质却很温婉成熟 看着山道上的他 长教大人的笑声渐渐脸去 三先生 我知道你的不凡 动玄境界只是用来欺瞒世人的手段 所以这时候不要在这里故弄玄虚 于莲没有说话 他继续前行 随着脚步起落 便从动玄境来到了知命境 熊出墨仍是不屑一顾 但于莲进入知命境后 气息还在向上提升 山道漫步 转眼之间 他便从动玄境来到了知命境巅峰 熊出墨此时的脸上多了一分凝重 书院后山在修行界里一直很神秘 三师姐于莲更是低调 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存在 西陵神殿也只知道 他是动玄境的强者 天书日子卷上也是如此记载 但掌教大人 以及那些真正的大人物 从来不相信这一点 因为书院是个很神奇的地方 大师兄昭文道 儿夕入道 三天破五境 曾逼得世间第一强者 剑圣柳白不敢出剑 二师兄君末 初五十四日便不惑 即便是灌主也看不出 他的潜力有多大 身为书院三先生的他 又怎么可能是弱者 看到于莲达到知命境巅峰 掌教大人的脸色虽然凝重 但声音依旧显得威严自信 浩天赐我神力于人间牧羊 万丈光芒之前 即便是你两位师兄也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道门尊敬夫子 看在你老师的份上 交除阵言处 我饶而等三人不死 于莲望向西陵掌教说道 死下双眼 看在你这么愚蠢的份上 我饶你不死 掌教微微一正 随即大笑起来 我关你矮小如女童 说话的口气倒是不小 你真以为凭借你知命境巅峰的境界 就能战胜我 这是可笑之极 他的声音寒冷而洪亮 就像是深冬的雷鸣 于莲看着沙漫里那个高大的身影 微笑说道 你比我还爱 有什么资格嘲笑我 掌教大人忽然安静 他盯着漫外的青智少女 缓身说道 你是谁 掌教的声音十分凝重 甚至隐隐透着一丝不安 于莲淡然说道 我一直知道你是谁 你连我是谁都不知道 都说你我是修行界最神秘的两个人 如今看来这种说法实在可笑 安静的书院后山 忽然想起了一道蝉鸣 此地四季皆春 并没有真正的秋天 然而随着蝉鸣声响起 便到了秋天 熊出墨听到了蝉声 隐约猜出了一些什么 但却无论如何 都不能相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